想问一下心头正在忍住自己 我现在心头上都是有一把刀 比赛过程当中只有利波老师心头有一把刀 您正在忍 因为这两支战队都是您麾下的战队 您都很喜欢 而且前段时间 您一直在给这两支战队培训 经过这几轮的辩论 您现在心里头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决定 想要留下哪支战队进入半决赛 我现在要有明确的决定 那简直不是一般的智慧 超级智慧了 对我来讲难度太大了 我现在觉得 其实我特别欣赏他们双方的表现 虽然都有一些瑕疵 但是我觉得进步都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我们在一起的岁月共同成长 真的是非常好 而且我是觉得他们相互虽然变得唇枪舌剑 但是这个过程中 非常友善 像那个盘问 可以说我是看到了最温柔的盘问 加冲一开始要盘问 对方的两位就像问两个妹妹一样 林三 加西 我要问你们问题了 就这样的是非常好 所以你让我决定 我恨不得我弃权 我先逃离现场 我想起来了 上一次文倩老师好像有一个加赛是吧 我为了这个拖延一下时间 我也申请一个加赛 加赛是为了给你更多的参考嘛 那么这个题目就由您来出 您想提出一个什么样的加赛题 刚才谈这个忍让的话题 我们谈到人际族群 社会国家 但是其实我们感觉最明显的一个情绪控制 就在家庭 夫妻矛盾 还有父母和子女 没有父母不爱子女的 但所有的父母都嫌子女逆反 没有子女不爱父母的 但所有的孩子都嫌老爸老妈太唠叨 所以我就想起有一段话叫 亲友过见始更 就父母有错误的时候 你是忍呢 还是不忍呢 还是你该怎么办呢 好的 利波老师的加赛题已经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亲友过见始更 如果父母犯了错误 你该怎么办 双方选手呢 要各派一名代表自选角度 进行三分钟的阐述 接下来我们想问一下 两支队伍你们会派谁 来完成这三分钟的表述 考虑一下 给你们几秒钟时间 决定好了跟我示意哦 到底谁适合这样的一个表述 关系到他们的去留 因为利波老师正是通过这个加赛题 要决出自己心里满意的战队 好 时间到 我们要停止讨论了 首先请问 正方要派出哪位便友 关家西 没有想到男士把这个机会让给了女士 你们有争执吗 都是一致推选关家西吗 那为什么高文浩你会把这个机会让给他 就是经他合作很多年了 我相信他 而且我觉得忍让是一种智慧嘛 你在忍啊 其实你也想上 好的 关家西我们知道了 请问反方便友 你们的代表是林森 问一下另外两位便友 你们觉得林森来完成这三分钟的表述 有什么优势 他口条非常清晰 逻辑非常完整 而且最重要的是 就我们三个人彼此相信彼此 所以由他来代表我们 我们都对他特别放心 那么我们的辩论马上开始 请我们双方参加加赛的两位便手来到选题区 好 我们要选出谁先谁后 在我手里两张卡片 上面已经写了顺序 你们自己选择 好 女士先选 请亮板 由正方首先发表演讲 计时开始 谢谢主席 谢谢对方 谢谢各位 今天我们看见这小标题 亲有过 想想大家都会有这种感觉吧 就是说我爸爸妈妈做了一些 对我来说不太认同的事情 我爸爸妈妈不是一个特别有 很高的学历水平的人 他们可能有时候会骂脏话 他们可能有时候会随地吐痰 有时候他会拉着我的小表弟在街上撒尿什么的 因为忍不住嘛 小表弟还小 这种状况我到底是该忍让呢 还是直言禁见呢 我觉得在这个小标题上面啊 我们说我们要见 可是没有说我们要骂 我们没有说我们要当面去跟他们对决 我们觉得说这一个 因为父母跟我们的关系是很亲近的 我们不能够直接去直言不畏的 就在街上破口大骂 就是说我们在 即便是在街头上面 那还是要先忍让一下 让他先解决掉现在状况 回头去跟他解释 这样是不对的 那我们还是有 做到禁见的一个东西在 我们觉得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必须要了解到 不同的状况 我们不同的处理 比方说这个亲友过 他到底那种过错 是在于这种道德上啊 真的是对社会环境不好 还是说他只是跟我们的意见不同 如果说他的意见不同的话 那我们这个应该是商量 而不是立刻去跟他对着干 想想看他是我们父母 他是我们的亲人 他是比方说我们的老公老婆 我们男朋友女朋友 一些很亲密的人 这样的时候 我们选择了一个正面的对抗的话 无疑会损害到我们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说 我们说忍让 即便是对着我们亲人 即便是对着大是大非 很多的一些生活上面的东西 我们都更吹向于 用忍让的态度去面对 而不是立刻的正面对抗 现在我们很多 可能归于法治 而没有想到 我们人际关系都是很重要的 天时地利 最后是人和 也是最重要的东西 我们如果没有好的人际关系 那到底怎么出来社会工作 到底怎么跟我们家人 培养好的感情 到底怎么样 在舞台上面好好辩论 让大家听我们说呢 谢谢各位 好 谢谢 谢谢关家熙 请反方林森 做好准备 计时开始 感谢主持大家好 其实我特别感慨这个话题 我们简单做一个小的区分 亲友过见识更 其实亲之过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与你之间的矛盾 这是亲之过的一种 第二种是你认为你的家人 做了不符合现代社会评判的错误 这是第二种 我们分开来看 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第一种特别有感慨 因为我的母亲 她是一个个性特别强势的人 我记得高中有一次 我去外面踢球 然后手机放在旁边 然后我妈她给我 一个下午的时间 给我打了二十几个电话 就找我在哪里 然后我回家之后 把我骂了一顿 与其特别焦急 当时我就跟我妈距离力争 我说 你就是十六七岁的人了 又不是小孩子 而且我也跟你说了 我出去踢球了 有什么必要那么关心呢 有什么必要那么着急呢 我不是已经跟你讲过了吗 我妈怒不可遏 我们又大吵了一架 最后两个人都伤心地流泪 后来我的一个干妈 她告诉我一件事情 她说 其实你要理解一件事 父母之间的矛盾 只在于理念上的矛盾 但是你要知道 家不应该是一个 以道理为先的地方 应该是一个 先讲感情的地方 你要理解 你妈妈之所以 一个下午 给你打二十几个电话 之所以对你那么凶恶 是因为她担心你的安危 是因为她担心你的安全 是因为她爱你 所以我就明白了 我跟父母之间 其实没有谁对谁错之别 有可能她观念过时 有可能我观念超前 但回到最初的原点 都源自于家人的关爱 所以如果在这个上面 我跟我的母亲 我跟我的家人 有了矛盾 我不会去尝试跟她相争 我理解她 我也明白她 我相信她也会明白我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当我的家人 做了明显 跟现在的社会道德 评判标准相悖的事情的时候 我的选择是 首先我会帮她打圆场 其次我会在私后 在人后 慢慢地告诉她 我对于这件事情 不同的看法 为什么我首先 要帮我的家人 圆这件事情呢 我们知道 其实在古代的时候 我们有一句话叫 亲亲相隐 什么意思 如果你的家人犯了罪 你包庇她 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这是提倡一种家的观念 因为我们只有 先关爱自己的家人 先保护自己的家人 才能推及及人 把这份爱和仁义 散播到整个社会上去 所以古代特别崇尚 我们对家人 应该要特别地爱护 而今天 由于法治社会的 不断建立 由于我们思想道德体制的 不断完善 我们知道有些事情 有是非之分 有对错之别 但是家的概念 一样要参加其中 对人前 我们尽量维护家人的面子 我们尽量帮他去打圆场 在之后 为了不让他 在以后的社会评价里面 变成一个蛮横的家长 不让他在以后的 是非评判里面 总是做错误的选择 我们应该跟家人 合理地沟通和交流 只有这样 才是真正地 为父母好 为家人好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 谢谢